Hello大家好 我做的回国小贴士这个系列 引起了来自全球的海外华人的关注 因为大家都非常需要 是吧 这个回国两个字 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微词 今天我说说这事 大概可能有两三位网友呢 对这件事提出了质疑 我记得有一位网友说呢 你都是外籍了 外国人了 你不应该再成为回国了 这是比较中立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也说的也对 这让我想起来 我在若干年前呢 在卧太华中文电台呢 做义工 所以做一些主持节目 制作节目 那么我们的那个编 叫producer吧 他的负责人呢 就告诉我们说 注意啊 你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和采访嘉宾的时候 一定要跟大家布置好了 就是谈到中国的时候 回中国 不要提回国 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人 要以这么一个base来谈 中国加拿大 这么说 不要说回国啊 国内 好像就是你 你完全是那个 感觉你就是一个 中国人那个状态 这就跟电台这个调子 和一个身份 作为一个媒体来说 就不合适了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呢 确实我们是外籍 那么你回国 回哪个国 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呢 还有一位网友 这个 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本来想找出原文 然后给他念一下 这原文怎么说 但这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你到底加入加拿大籍了没有 你加入加拿大籍了 你还说回国 你这就是叛国行为 你当初加入加拿大籍的时候 你不是宣誓了吗 那宣誓词是怎么样的 哇这个serious 对吧 我无意说这位网友 这个否定他的这个看法 和对这个留言的 谢谢你留言 我真想不起来 我当时宣誓是入籍加拿大的时候 那誓言是什么了 我也没 原来想找出来看看 但是 who cares 其实呢 我对这位网友呢 感谢你留言 其实呢 确实我们都入籍了 对吧 要不你为什么要办签证 你为什么外国人开户 你要看这些 都是住在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 原来是中国籍 然后呢 加入了外籍了 没说的 你说的是对的 至于是不是背叛 叛变 这个不敢苟通 但是网友的留言 就引起我反思了 那我就说 确实这个用回国这个词 不是太准确 你回哪个国呀 对吧 你是哪国人呢 大家有没有多想 我也没多想 我估计一般人看到回国小贴士 我正好要 你没有想那么太多 另外呢 这个回国这两个字 不管你是对这个中国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已经成为一个 我们海外华人 那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你一说回国 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 一说回国就是回中国 因为有一点咱们是共同的 咱们都是 从中国出来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 然后到国外 因为各种原因 然后最后呢 就移民了 这个加入外籍了 是这样的 所以回国 我觉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词 所以用种也无妨 当然呢 他确实不准确 主要我 我还在想 我这个节目是不 他都改过来 回中国小贴士 还是回国小贴士 你听说回国小贴士 就是你要不把他 太那么认真的去去 考虑这个用词准确 这是打中语言嘛 咱们自媒体 这也不是中央电视台 也不是加拿大CBC 所以我觉得无妨 这是我的态度 同时呢 这件事 我为什么今天做一期节目呢 在乎 回中国 这么说 回中国这个问题上 海外华人 有各种不同的心境 真的 因为 我们出来 然后还有再 出来以后 再回看 中国的情况 每个人的立场 观点 都非常不同 就从我的留言区 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否认 这就是现实 这是OK 非常正常 但是也非常有意思 也是引起我们思考的 我这里不是说 大家要统一意见 哪个是对 哪个是不对 讨论都不用讨论对错 但是值得讨论 你说呢 是吧 因为你不能否认 你说你真的是入籍了 我入籍加拿大 我的主要生活 在加拿大生活 但是我国内有亲人呢 我的父母 已经过世了 父亲去年刚刚过世 千丝万缕的联系 弟弟妹妹还在跟我 我还有其他几年 我现在说起来 心有点酸呢 你就是对这个政府 在 怎么看 你这些亲情 还在哪 你这个中国的文化 在你的血液里 他的中国文化 有糟博的 有精华的 但是 你不能否认 你是从这个 这个文化里出来的 你是从这个家营里出来的 所以回国 回中国 大家感情非常复杂 有的人说 不用我回吧 这么麻烦 这么这样的 各种 各种立场和看法都有 我觉得这个事情 回国 回中国 是我们海外华人 一种非常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纠结 一种 不是那么清爽的 一个 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值得讨论 我们出来以后 有这儿的生活 我们又有我们的过去 我们还有跟 国内的亲人 和各种方面的 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也关心 有的人说 I don't care 中国发生什么事 对吧 我们也关心啊 因为你在那儿说 有的人关心 有的人不关心 总之 我觉得这件事情 值得讨论 所以今天我先把这个 回国 因为回国这两个字的 用这两个字 称呼为回国 大家都在 笨这个事呢 称为回国这件事 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它背后的东西很多呀 所以呢 既然我这频道 大家的观众是 来自全球的海外华人 我们共同面对的 不管是喜悦 伤痛 还是纠结 我们一块摆在桌子上来 没有对错 摆一摆 无妨 你们说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